他因为伪证罪被判刑三个月 高雄市议员的职务也被解除掉了 那么现在他要改选立委 结果最新的一个消息指出说 那么陈志忠他决定要申请的是服劳动役 到底这么一服 能不能赶在立委的登记参选之日 能够结束呢 现在也备受瞩目 不过今天也传出 那么当陈志忠决定要参选立委的时候 其实阿扁跟阿珍他们是不同调的 因为有他们的朋友透露 说在八月中旬的时候 陈志忠有到北京去探视陈前总统 那么就跟爸爸提到说 他想要参选立委的事 不过当时阿扁很忧心 会破坏党内团结 就迟迟不肯点头 后来是吴淑珍在电话里头 苦劝阿扁说 这小孩的事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这才说服了陈前总统 点头让陈志忠去选立委 来看我们的独家报道 场外加油声此起彼落 全市支持者向前来探视父亲的陈志忠 献上温暖 不过上个月十八号 刚被解职的陈志忠 还不肯松口选立委 原来有内情 基本上就最少是避免说党内的那个团结最重要啦 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啦 自己要怎么选择的话 小孩都已经成年了 就让他们自己决定 原来当时陈志忠在探扁时就透露想要选立委 但陈前总统生怕如此一来坏了民进党在地方上的团结 迟迟不肯答应 不过陈志忠不放弃转向母亲商讨 吴书贞才紧抓陈前总统打电话回家的机会说 小孩子的事就让他们做主吧 这才说服了陈前总统 知道志忠要选吗 应该不知道吧 解决后的陈志忠会不会投入立委选战 第一时间陈前总统态度很保留 不过当时没忘了送上 怕等丘滚等斗用的话来鼓励儿子陈志忠 如今看来似乎硬寒转折 三新闻综合报导